大火快炒 快速翻鍋 一盤色香味俱全的炒飯 就這樣 端上盤面 没想到就因为这里的炒饭很出名 却被有心分子盯上 变成吃霸王餐的目标 就是这名富人 年轻男子怒气冲冲的质问他 两人在大街上发生争执 因为富人和这位 穿着黑色衣服的老板 买了三个便当 说要试吃却不想付钱 店家这么愤怒 是因为富人在25号 去台南湾里这家小吃店 哥老板说因为庙会办活动 将会订50份以上的炒饭 后来富人请店家 准备三份炒饭说要试吃 不料富人拿了餐点就想走人 当下被老板挡下来 这位富人假借试吃名义 骗吃骗喝已经不是第一次 4月2号也曾以同样手法 骗了其他店家 就被老板轰出去 富人行骗的手法都一样 回到店家说之后会订大量餐点 想先试吃看看 从去年到今年 至少就有5间以上的店家受害 业者PO文提醒同业要特别注意 这名富人免得上当 记者江湾伦台南报道 记者江湾伦台南报道